木龟长安 欢迎来到擂台啊 我是老虎 咱们继续来看梦幻的一个代枪赛 这把花量棒的话是一个竹竹普陀 开局也是起了莲花啊 这场比赛大约是来自14年左右啊 14年啊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8年 这个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啊 给对面拿了一头紧箍咒 看一看当时这个没有这个零 是的一个情况下 是吧 这个紧箍咒可以秒多少秒一千多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话 一千多选还是非常高了 对战方给观众方的一个宝宝破防御 会有一把单秒一千六 对战方是一个 奥利武装啊 怪不得的话 需要给观众方一个调防御啊 这样的话对战方是想 请关众方的一个宝宝 但是 叶语剑法对于一个血量的一个控制还是 哎呦我的天哪 暴击六千多 这个叶语剑法的话 对于自身的一个血量是吧 有着一个严格的要求 好像是血量必须大约70%才能 叶语剑法 给观众方丢了一手小破甲 观众方无限用这个骨伤去压对面哈 观众方的一个抗性肯定是很无解的啊 所以的话对战方打过来肯定也不会很疼 对战方起了一手生命之拳 哎呦我的天哪 这也把秒了八千血 这是什么情况 兄弟们 继续压哈 我没有看懂呀 怎么会秒这么多 居然破 继续秒 哦 果然就是秒了八千多哈 我还以为看错了 是吧 观众方拉了一手小猫灵 哦